你看太阳 也是在须面山的半当中围绕 那太阳系确实是在银河系的边缘上绕圈子 那银河系的核心是黑洞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个很大的黑洞 玛雅的这个预言就是讲 2012太阳的中心 我们佛经讲须面山呢 就这个黑洞 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 这个太空当中会出这个现象 他们给它起个名字叫 萤火对齐 这个现象出现呢 是有一点麻烦 这个麻烦会有多大 这个麻烦会有多大 没有人想到 现在科学 预言都是在预测 有人说 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 萤火中心这个黑洞 引力太大了 连光都逃不掉 它都能把它吸引过去 这么大的引力 所以它这个引力直接会对太阳 那么会把太阳 太阳表面上就风暴 我们知道太阳是个火球 一片大火海 一片大火海 比地球大 好像是130亿万倍 这个体积 比地球大这么多 是一片火海 那么这个引力会把他这个太阳风暴把他拉起来 这个一拉起来的时候 太阳风暴就直接能够影响到地球 会不会影响到地球表面呢 有人说会 有人说不会 有人说 现在这个科技 发射的这些 这个地球的通性卫星 会全部被他摧毁了 这是肯定的 像资讯的 资讯的 那完全会消失了 在这个风暴当中消失了 科学家说了 如果要恢复 大概要十几年 才能恢复 那么也有人讲呢 会对地球产生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地球有很多火山 它那个引力会把地球火山引爆 这个问题严重了 如果地球上这些火山都爆发了 会带来严重的地震 海底火山 海底火山也很多 那会带来很大的海啸 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是银河对齐 很可能产生这个血强 我们不能不认真去念佛 念佛就不怕了 这也算是一个共业 共业所感呢 为什么 为什么在银河对齐 刚刚好就碰到我们地球上的人 炮起了 天地不容 现在银河对齐 就是天地不容了 是不是一种巧合呢 我想也可能是应该的 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能够遵守古圣先贤的教会 守住能力道德 通达明了英国的四世真相 这个世间人人都是好人 都是上平时善 那么银河对齐 就不会产生这种灾难 这能不能说得通 在佛法上也能说得通 为什么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很多次 一切法从心相似 心底 纯善纯净 可以使银河对齐的力量减轻 这个现象一定是会发生 但是发生这个现象 它这个破坏的力量减轻 这个是我们可以相信 因为佛在经上说的 心服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的善心 善心能够激活起来 营活对齐这个现象是众生 众缘活活而生的现象 这三个 有善心跟众生激活起来 这个三对二 那这个二是肯定要胜这个三分之一的 我们联想到 这么一个逻辑的问题了 就能够有理由相信 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重要的 我们人要回头 银河对齐这个现象发生在 2012年12月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回头 回头是安了 回我向善了 回你向我 这对我们来讲 并不是一段坏思 是一段好思 提醒我们 要认真 努力的去修行